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马来西亚 这种豆在餐饰到处可见 因为它是常年开花结果植物 除了马来西亚 它生长以地区分布亚洲热带地区 也包括中国云南 广西 广东 海南和台湾 有人说它的原产地区 花不要新几内亚 Papura New Guinea 自然豆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几乎它所有部分都可以摄入 自然豆腐嫩加和嫩液可用来做菠菜 它的精液可是优良的室友和绿肥 而根呢 自然豆的根也可以吃 根据农村制父王里的理性教授说 它的蛋白质含量比红薯还要高出四五倍 生吃熟吃多形 来 现在我们来说重点 那就是它的营养 营养价值 一 四人豆内含丰富的脂肪 膳食纤维 一 富含蛋白质 原生负和多种矿物质 人称绿色金子 二 四人豆含多种胺基酸 且胺基酸组成合理 其中赖胺酸含量比大豆还高 并含有丰富的脂肪 汕水纤维 它所含为真素叶 胡萝卜素 且在心 云 甲等成分的含量 由为金人 远远超过其他富质 被称为斗中之王 询问功效 一 预防流产 四人豆富含维生负饮 具有提高生育能力 预防流产 改善事业循环 二 促进生育发育 自联豆具维持皮肤粘 磨成的完整性 构成视觉细胞内的感光物质 促进生育发育 预防先天不足 一 维护生育能 三 维持维持综致病 三 维持酸减平衡 四 维持酸减平衡 次联豆具有调节肌肤的分力 调节心率 降低心血管的通透性 控制炎症和肥准 维持氛碱平衡感 4.增强免疫力 自然痘具促进人体体生长发育 维持人体正常食欲 增强人体免疫力 促进伤口和创伤的愈合 影响维生负业的代谢和正常视觉 促进机体正常运作 4.增强免疫力 具有维持甲纳平衡 消除肥肿提高免疫力 调低血压 晚充瓶线有利于生肿发育 有一样要注意的是 患有尿瓶的病人胜吃不可吃多 谢谢大家 再见 他的猫可是 中陪老给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